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可以归结为一件事 那就是注意力问题 注意力系统最主要的功能是解决了大脑过载的问题 环境中有太多信息 大脑无法全盘处理 于是注意力系统能帮助大脑过滤掉环境中那些不必要的噪声 还有大脑中不断浮现的胡思乱想的干扰 如果没有注意力 我们的大脑会完全迷失 注意力决定了我们感知学习和记忆的事情 决定了我们会做出哪些决定 采取哪些行动 决定了别人看到的我们是心不在焉的 还是专注真诚的 也决定了我们所能取得的人生成就 我们活在世界上的体验 就是注意到的所有事物的总和 可以说注意力就是人生 但是问题在于 我们觉得自己越来越难以专注了 但事实是不是我们的注意力系统变弱了 而是我们对注意力系统的要求太高了 我们不断从一个任务进入下一个任务 要求他一整天一刻不停的工作 不给大脑一点停机时间 而这是不现实的 哪怕你注意到了这一点 打算放松一下 拿起手机刷起了短视频 你可能觉得很轻松 但这同样是在消耗注意力 因为对于大脑来说 他也是另一项任务 那么我们到底怎样 才能给注意力补充能量呢 这本书的作者就在研究这个问题 至今已经研究了25年 作者的名字叫阿米西杰哈 他是麦阿密大学心理学教授 也是注意力训练领域 国际领先的研究者 为了寻找加强注意力的方法 作者尝试过各种技术 包括脑力训练的应用程序 高科技声光耳机等等 但都没什么效果 最后作者发现 唯一可以持续有效的加强注意力的大脑训练工具 是正念训练 作者展开了各种正念培训研究 参与者有美国军人群体 及救援 社区领导者等高压群体 在这些研究中 正念培训都显示出了良好的效果 正念之所以有用 是因为它能让大脑用不同的方式来使用注意力 我们知道当外界的压力和不确定性越大时 我们的大脑就越是喜欢胡思乱想 因为当前时刻很艰难 所以我们的头脑想要逃离 那么正念就是将注意力放在当前经历上 把注意力固定在此时此刻 不加编辑的体验当下 不做任何评论或者情绪反应 也不去想象任何将要发生的事情 这能改变大脑的默认工作模式 保护注意力资源 不受到无谓的消耗 在书里 作者也给出了一套通过正念训练 加强注意力的方法 下面我也会介绍给你 我量分三部分 为你解读这本书 我们刚刚说了 注意力决定了我们感知 学习和记忆的事情 决定了我们会做出哪些决定 采取哪些行动 那么我们就先来讲讲注意力本身 注意力到底是什么 走神又是什么 接着在第二部分 我们来聊聊注意力 如何影响了我们的记忆 你会听到 我们认为的记忆问题 其实常常是注意力问题 在第三部分 我们再来说说 注意力如何决定了我们的感知和决策 我也会把书中的正念训练的具体方法介绍给你 让你能够在听完这本书后 立马实践起来 好 接下来我们就正式进入这本书 这本书第一章的名字是 注意力是一种超能力 注意力系统执行的 是大脑最强大的一些功能 它让我们能穿过茫茫人海 认出朋友的脸 让我们能阅读文字 增长知识 也让我们能够在头脑中 回忆美好 想象未来 注意力能强化重要的事情 弱化令人分心的事情 于是我们才能深入思考 规划和解决问题 总之用作者的话说 注意力将每时每刻的颜色 味道 思想 记忆 情绪 决定 和行动 编织在一起 形成了生活的基本结构 你所关注的 才是你的生活 于是 有三个问题 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那就是 你的注意力 目前在关注哪些事情 它屏蔽了什么 这对你的生活 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但是对大多数人来说 注意力就像是一个黑箱 我们不知道 它是怎么运转的 也经常不知道 自己在注意什么 往往是在突然 回过神来的那个瞬间 才意识到 自己刚刚走神了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来拆解一下 这个黑箱 看看注意力 到底是怎么运转的 我们的注意力 有三个子系统 第一个子系统 是定向系统 作者给它起了 一个形象的名字 叫手电筒 这个定向系统 就像手电筒一样 你把这个手电筒的光束 指向哪里 哪里的信息 就会被照亮 而其他地方的信息 就会被屏蔽掉 你可以选择 把手电筒指向外部环境 也可以向内 指向你自己的思想 情绪 回忆 身体感觉等等 第二个子系统 是警觉系统 作者称其为 泛光灯 和手电筒相反 泛光灯是发散而宽泛的 当你处于警惕状态时 泛光灯就会打开 当环境发生变化时 你能随时做出反应 把注意力迅速投向任何方向 第三个子系统是执行功能 它正式的名字是中央执行系统 它的作用是指导监督和管理我们的行为 当你有一个目标的时候 不论是读完书里的某一章 或者是打扫客厅这样的小目标 还是比较远大的目标 像是获得晋升 结婚生子 我们都要在完成目标的道路上 应对挑战 回避干扰 执行功能 就是我们让行为匹配目标 确保目标能按时完成 比如你本打算在六点下班之前 写完某个文档 结果直到下午五点的时候 你还在和同事聊天 那你的这个中央执行系统就失败了 你忘记了你当前的目标 你的目标越多 规划管理的任务越多 你就越需要强大的执行功能 注意力的工作方式 就是在需要专注时专注 在需要留意时留意 在需要规划和管理行为时 规划和管理行为 但是注意力系统不是无坚不摧的 它会受到破坏 有三种因素会破坏我们的注意力 分别是压力 不良情绪和威胁 适度的良性压力会给人动力 但当压力强度超过一个临界点时 它就会开始侵蚀你的注意力 你的手电筒会陷入负面思考中 警觉系统活跃了起来 大脑会不受控的疯狂反除一些 过去的糟糕的经历 或者对未来无谓的担忧 如果你长时间承受过大的压力 你就会陷入注意力下降的恶性循环 不良情绪也是如此 当你不安难过的时候 大脑被负面情绪填满 你自然也难以集中注意力做事 而当你感觉受到威胁时 你会难以专注于手头的任务 也没法完成任何目标和计划 因为当大脑感觉受到威胁时 注意力会被重新配置 任何与威胁相关的事情都会立马占据注意力 到这里我们了解了注意力系统的构成 还有注意力的破坏因素 接下来我们就要说到注意力的对手 走神 科学家把走神成为认知暗物质 因为它一直存在 但不可见 这类大脑活动属于无意识的思维 是一种让你的思想远离正在处理的工作的思维 也因此被称为任务无关思维 但任务无关思维会带来一定成本 走神就会带来三大问题 首先你走神的时候会经历感知脱节 你的感知会和周围环境脱节 你的手电筒照射的是你头脑中的胡思乱想 中围的世界就会被调案 这就会带来第二个问题 你会犯错 因为你感知和处理周围环境的能力受损了 听上去似乎问题不大 但研究发现 一个人一天中走神的时间所占比例惊人的高 有50% 也就是说 你一天中所做的任何事情 你真正专心的概率只有一半 另一半的时间 你都在走神 那么最后 它导致的第三个问题 就是压力 每次你走神 回过神来以后 你都会有点负面情绪 可能是烦躁 也可能是愧疚 这也被称为重新进入成本 是回到现在 重新专注于任务的成本 毕竟你走神后 需要重新集中注意力 甚至还得花上几秒钟意识到 自己现在在干嘛 才能重新进入工作 那么 你走神越多 重新进入成本 不断累积 它对情绪和压力水平的影响就越大 总之 当你需要专注完成任务时 大脑的走神 会对你造成负面的影响 你会错过一些事情 你会犯错 你的情绪也会恶化 你心不在焉 没有认真对待需要完成的工作 没有认真听别人说话 甚至没有认真对待自己 面对不受意识控制的走神 我们能做的 就是学着意识到自己在走神 这是我们今天要说的正念训练的第一步 寻找你的手电筒 这个技能要求你在自己的注意力手电筒 偏离当前任务时 能注意到这一点 然后重新把它投向任务 我们应该重新看待走神 它不是失败或错误 而是再次开始重新专注的提示 你要温柔的指导注意力返回目标 我们具体要做的是呼吸练习 首先找一个舒服的姿势做好 但是不要过度放松 上半身要坐直 肩膀向后拉挺胸 双手放在扶手或者放在腿上 闭上眼睛 呼吸 不要深呼吸 保持自然的呼吸节奏就好 你要关注与呼吸相关的感受 包括空气进出鼻孔的凉意 肺液填满胸膛的感觉 肚子的起伏感 从中选择一个你感受最明显的身体区域 在这次练习接下来的时间里 专注于此 把手电筒投向这里 接下来关注手电筒被拉开的时刻 它可能是手机消息提醒 可能是你脑海中突然浮现的记忆 可能是一段旋律 也可能是一段突然的想象 无论如何 当你注意到手电筒被拉开时 你要把它拉回来 重新指向呼吸 这个第一项练习听起来是不是很简单 但它包含了我们之前可能没怎么意识到的两个难题 分别是注意到走神现象 还有把注意力拉回来 你可以在手机上设置一个定时器 从三分钟的练习时长开始 三分钟听起来很短 但你刚开始练习正念冥想时 就连一分钟也会感觉很漫长 你可能会把你的手电筒拉回来很多次 好了我们刚刚讲了注意力的工作原理 还有正念训练的第一个练习 接下来我们要聊聊记忆问题 看看注意力如何决定了我们的记忆 记忆的前提是注意 我们注意到什么 什么才能进入我们的工作记忆 工作记忆是暂时储存当前工作 所需信息的头脑空间 是你每天除了睡觉之外 一直在使用的动态认知空间 它像是一块临时的白板 注意力手电筒选择的信息 会写在这块白板上 写下的可能是思想决策 想说的话等等 不过和真正的白板不同 这块白板上的墨水 只能停留几秒钟 它才不断刷新 这是必要的 因为如果墨水不消失的话 头脑中产生的一切想法 加起来会把你压得喘不过气来 当你的手电筒移走的时候 墨水就会消失 开始写下其他内容 那么当你走神的时候 这块白板就会变得杂乱无章 工作空间被无关内容塞满 你就没有精力处理工作任务了 工作记忆是长期记忆的入口 信息经历和感受 由此写入长期记忆 当你想要检索长期记忆中的某件事情时 也要先把它下载到工作记忆中 以便快速访问 工作记忆对社交和沟通也非常重要 你的想法 情绪和感受也写在白板上 它能帮助我们进行情绪管理 方法有转移注意力 关注其他事情等等 有研究者发现 人们管理情绪的能力和工作记忆的容量之间 有相关性 工作记忆容量较低的人较难控制自己 容易表达情绪 而工作记忆容量较高的人 能更好的管理自己的情绪和反应 他们也能把自己的目标更强烈的记在工作记忆里 比如我现在的目标就是控制情绪 达到交流的最终目的 我们都是依靠工作记忆连续不断的更新目标 做出决策和行动 做完这个PPT 购买晚餐食材 等到绿灯亮了再过马路 所以工作记忆对于沟通 社交 情绪管理 实现目标都非常重要 但坏消息是 工作记忆是有限的 当你试图记忆的东西太多 超过了工作记忆的额度 就会出现一种常见的现象 断片 走进房间后突然就忘了自己要干嘛 打开冰箱门后突然忘了要拿什么 但明明刚刚还记得的 这时我们通常会自嘲脑子不好使 但是究竟为什么会这样呢 一种假设是 我们在无意识中走神了 手电筒被拉走后 白板突然清空了 之前盘算的事情突然消失了 所以当我们受到来自外部或内部的干扰时 他们进入工作记忆后 就会把白板上之前的内容覆盖掉 所以注意力和我们的工作记忆是密不可分的 他们必须互相配合 才能平稳的完成我们的目标 正念训练能通过清理这块白板改善工作记忆 说起正念冥想 很多人可能会以为 它相当于按下暂停键 把生活的片刻暂停下来 但其实生活没有暂停键 我们寻找的其实是播放键 不返除过去 也不担忧未来 而是保持在播放状态 倾听当下在发生的事情 那么正念训练的第二个练习 就是按下播放键 观察你的白板 这个练习的开头和上一个练习一样 舒适的坐着 关注呼吸的身体感受 区别在于 当手电筒的光束一开始 你不是立马把它拉回来 而是暂停一下 观察它去了哪里 然后确定出现在白板上的干扰是什么 是思想 情绪 还是感受 是一段回忆 一阵紧张 还是肌肉酸痛的感觉 确定好干扰类型后 再回到你的呼吸上来 重复这一步骤 每次你注意到自己走神时 就给走神的内容贴个标签 通过这个练习 你能知道自己的白板上有哪些东西 自己走神时 常常在想什么 当你在播放当下时 你再用当前时刻填充白板 如果你这时按下录音键 把工作记忆里的某段经历进行编码 就形成了长期记忆 也就是说 你只会记得你关注 并且写在白板上的事情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以为的记忆问题 常常是注意力问题 你之所以回忆不起来 朋友说的某件事 不是你记性不好 而是你当时根本没有注意 没有编码 这就涉及一个关键的问题 有时候 当我们在经历一些宝贵的当下时 我们会想着先拍下来 稍后再回来记忆它 体会它 但事实上 你只能在播放状态下录音 记忆的形成始于当前时刻 你不能稍后再回来 你只能在当下使用注意力 意识到这一点 可能会改变你的生活方式 看演唱会时 用手机录像 而不是肉眼欣赏 反而会削弱你的体验和记忆 和你的孩子度过亲子时光时 如果你的注意力 还在未处理的工作消息上 孩子此刻的笑容和话语 也不会留存在你的记忆中 所以 如果想要更好的记忆 你关心的事情 你需要专注的沉浸其中 这就要说到第三个正念练习了 身体扫描 你能用这个训练 让自己回归身体 依然是先舒服的做好 闭上眼睛 把注意力放在你的呼吸上 但这次 我们不会把注意力 一直放在呼吸上 我们要让它走遍身体 先把注意力移向你的脚趾 关注你脚趾的感觉 然后缓慢移动你的注意力 把它逐渐从下半身 移动到骨盆 再移动到上半身 你的肩膀 双手 最后 移动到你的颈部 面部 头顶 关注每时每刻的感觉 如果走神 就把它拉回再继续 当你做这个训练时 你会感受到自己的感受 情绪 是怎样在身体里出现的 你会慢慢获取和记忆更多数据 记住你的情绪和身体感受 下次当你拿出手机拍下某张照片时 请花点时间 感受手机方框以外的场景 关注颜色 气味 关注你自己的情绪 你需要在工作记忆中放大和整合你经历中的各种元素 这样才能充分的记忆当下 正念练习能使你的注意力更充分的投入当下 让你的情景记忆变得更加丰富 我们注意到的事情被写入工作记忆 然后被选择性编码成为长期记忆 这些长期记忆会成为大脑进行模拟的原材料 我们的大脑是不可思议的虚拟现实机器 我们一直在大脑中模拟世界想象未来 以便进行规划 制定策略 做好准备 我们的大脑一直在编故事 如果领导突然交给我一个我不想做的工作 我该怎么拒绝它 如果我的朋友说了A 我应该回复他B还是C 我们在头脑中想象各种情况 各种可能的答案 包括人物 情节 甚至对话 大脑模拟是一种极其强大且有用的能力 它能让我们把自己投射到过去 未来 甚至他人的头脑中 体会自己在各种选项下的感受 创建生动的虚拟现实来指导决策 但问题在于 大脑的模拟现实能力是一把双刃剑 首先 如果你总是在大脑里模拟一些消极 紧张或危险的场景 那么这种模拟会影响你的情绪 占据你的注意力和工作记忆 这种不良的重复思维 是包括抑郁 焦虑和PTSD在内的许多疾病的特征之一 其次 你的模拟可能与现实不符 当你在大脑中进行模拟时 你会和身边的真实环境脱节 它会抑制那些和你的模拟不符的信息 限制你的感知 说白了 你可能会陷入狭隘的一厢情愿的想法中 只看到自己想看到的 忽略了客观现实 2004年的时候 一队在阿富汗的美国士兵收到情报 称一大群塔利班武装人员聚集在附近的山上 忠孝收到了该地的图像 确认了是敌方营地 批准了轰炸行动 在发布轰炸命令之前 忠孝派了一队侦察兵去亲眼看看那座营地 侦察兵汇报 没有任何异状 正当忠孝要发动地面进攻时 侦察兵的通信突然响起 等一下等一下 这个人没有武器 重复一遍 他没有武器 情报是错误的 所谓的敌方营地 其实只是一个部落的冬季营地 帐篷里是一户户普通人家 和塔利班没有任何关系 这个故事中的证实性偏差 差点让整个部落的人丧命 当人们只去看他们期望看到的事情 忽略和他们预期不符的信息时 就会出现正实性偏差 上山的侦察兵 期望看到塔利班营地 于是他们最初就真的看到了塔利班营地 好在还有一个侦察兵看到了真实的细节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会有这种时刻 因为听过一个人一段不好的传闻 哪怕并不了解对方 也会在大脑里模拟出对方的负面形象 看到一则负面新闻 就在大脑里模拟出了世界末日 而忽略了这可能只是偶发性的 不具有代表性的负面事件 我们在模拟时 使用的原材料 常常是微妙的 有缺陷的 不完整的 甚至是错误的内容 针对大脑的模拟 正念练习提供的方法是 让你能保持在当前时刻 不做联想和加工 清楚的观察局面 不做无谓的分析和推理 不要把它和你过去的经历联系起来 也不要想象 接下来可能发生的事情 你只是在专注的观察 当然 这并不是说 我们不应该进行模拟 而是我们要有从模拟模式 切换到正念模式的能力 这能让我们从想象和情绪中 脱身出来 睁开眼睛 看到周围的真实情况 而不是沉溺在大脑创造的 虚拟现实之中 我们处于一个极具不确定性的时代 我们需要有切换到正念模式的能力 至少在几分钟的时间里 丢弃故事 集中注意力和认知力 观察局面 解决现实的问题 要想做到这一点 首先是要先知道你有故事 无论你要处理什么局面 在开始时 你都会持有某种预期 第一步 就是尽量意识和注意到这一点 接下来你要做的 就是丢弃故事 保持播放状态 提醒自己 思想不是事实 你的任何想法 预测 都只是众多可能性中的一种 事情不一定会像你想的那样发展 沉浸在消极的回忆或想象中 是多余的行为 我们往往认为 一个成功的领导者 是拥有面向未来的思维模式 能想象一切可能的场景 并且制定战略 做好准备的人 但作者认为 这是对领导力的误解 恰恰相反 更好的规划未来的关键 是充分的投入当下 观察周围的环境 关注自己和他人的情绪 集中注意力是很重要的 但更重要的是能在必要时脱离专注 并且指导自己如何专注 何时专注 对什么专注 也就是说 你要注意你的注意力 这被称为原意识 仿佛你脱离了自己的身体 在观察自己 观察自己的注意力在哪 你要问自己 你在注意什么 你在感受什么 你在如何处理自己的感受 我们今天认识的所有训练 其实都是在训练这种原意识 当你意识到自己的注意力在哪里 你的头脑在做什么的时候 你就有了原意识能力 这就来到了书里给出的第四个练习 思想河流 第四个练习是其中最抽象的一个练习 这个练习的起点和上述练习一样 专注于自己的呼吸上 接下来拓宽意识 把你的头脑想象成一条河流 你站在河岸上观察河水流过 想象你的思想 回忆感觉和情绪在你面前流过 不要参与其中 不要分辨自己是不是在走神 只需要让它们流过即可 把你的呼吸想象成流水中的巨石 你的注意力就停在这块石头上 到这里正念训练的四个小练习就为你介绍完了 反复实验后 作者给出的训练的最低必要剂量是四个星期 每星期五天 每天十二分钟 在第一周 你每天做的都是寻找你的手电筒练习 如果你刷牙的时候做这个练习 你就可以把手电筒放在牙膏的味道上 或者刷毛刷过牙齿的感觉 手臂肌肉的运动等等 在练习刚开始的这周 你可能会有一些关于正念的迷思 比如你会觉得自己无法清空大脑 但正念不是清空大脑 这也是不可能的 其次 你的目的也不是感到平静和放松 刚开始时 你甚至会觉得无聊 甚至紧张 这其实是好事 因为你的原意识在提高 你会发现自己一直在走神 看到你的头脑有多么躁动不安 注意到所有想要移动的渴望 正念不是为了放松 而是在给大脑做俯卧撑 通过练习 你得应对头脑中的杂音 抗拒和无聊 这是在培养耐力 当你需要在现实生活中专注的时候 练习的成果就会显现出来 到第二周的时候 交替进行寻找手电筒和身体扫描练习 你不仅要让手电筒保持稳定 还要移动手电筒 到第三周时 交替做寻找手电筒和思想合流练习 你会更加意识到自己经常走神 注意到头脑中出现的事物 你可能会发现自己经常生气 或者陷入对未来糟糕的想象 你能逐渐的问自己在担心什么 为什么会陷入这些思想中 到第四周的时候 你要交替做寻找你的手电筒和连结练习 这个连结练习是要在冥想中向自己 向他人发出美好的祝愿 希望每个人快乐健康安全 这培养的是你的连结能力 你向自己和他人提供善意的能力 四周之后 接下来每周的练习都是这几个练习的交替训练 正念练习是指导我们在高压力 令人不安的局面下 专注当下 它能帮助你提高忍耐痛苦的能力 管理情绪的能力和自我恢复的能力 它不仅能提高你的注意力和工作记忆的容量 还能增强你应对未来的信心 因为你知道自己有应对这些局面的心理能力 好了 以上就是我想和你分享的书里的主要内容 我们过去往往认为注意力只是一种工具 但现在新的注意力科学告诉我们 注意力决定了我们的感知 学习和记忆的事情 决定了我们会做出哪些决定 采取哪些行动 可以说注意力就是人生 能有效加强专注能力的方法 是正念训练 正念让你能把注意力保持在需要的地方 远离模拟和规划 直接体验现实 他的理念是当前时刻会很快过去 但你在当前时刻的表现具有连一效应 所以关键就在于在当前时刻 你能否保持专注 你能否把手电筒稳定在重要的事情上 你能否丢掉预期 看到眼前真实的情况 你能否避免过度反应 判断和想象 看到事情的本来面目 你能否真正的活在当下 去感受学习记忆和行动 有时候给头脑片刻的空白 让它自由的流动创造 比塞满东西更有价值 好了 以上就是这本书的精华内容 你可以点击音频下方的文稿 查收盟为你准备的全文和脑图 要是你喜欢这本书 也可以点击右上角的分享按钮 把这本书免费分享给你的朋友 恭喜你 又听完了一本书 谢谢大家